老套的欧洲中心论 很多历史观还是落后的 中国的历史最多60年 就是无知的内涵 我今天的野心是彻底消除这些分歧 我不是开玩笑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一个视频中第二重要的观点 了然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汤志看本志 我是汤志本人 然后本来近期没有露脸的计划 但是上一次视频 15分钟人类史这个视频 放出来之后 有很多朋友的一些回应 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再录这样一个视频 来回应这些问题 并对我之前 没有交代清楚的那些事情 做一些补充 好吧 废话少说我们正式开始 老套的欧洲中心论 这不就是人类简史吗 很多历史观还是落后的 比如说忽视了 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不是由少数人决定的 是由人民一起塑造的 上面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比较好回应 如果你用最偷懒的方式 就是切换到这个另一个阵地 就是从内容的角度去讲 那你总得找一个角度去说 对吧 你还要平衡这个 它的概括力 它的解释的能力 还要平衡你的可观赏性 那你总得简化 你总得概括 那这个其实不是解决问题 这个是对问题的回避 那解决问题是不是就要探讨 刚刚的这些话题本身呢 其实也不是 就是如果我跟你去聊 伊斯兰文明 应不应该放在这个里面的一些 来龙去脉 我觉得也不是在解决问题 这个是在纠缠问题 什么是解决问题 爱因斯坦说 问题不会在它发生的层面得到解决 你要去看本质 然后它后面这句是我说的 我今天的野心是 想通过一系列的表述 来彻底消除这些分歧 然后我们在完成这些表述之后 完成我们的思想激荡之后 你会发现 回过头来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貌似觉得 它们是问题的这些问题 其实就豁然开朗了 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历史 有一个学科 就是基于这个问题展开的 叫历史哲学 那我们在讲历史哲学之前 请先允许我花一点时间去定义一下 就什么是哲学这件事情 我所知道的 对于哲学的最方便的定义 不是最精准 而是最方便的定义是 哲学是属于二阶追问 什么是二阶追问 就当然先得有一阶追问 一阶追问就是 面对面向直观的这种对象 我们去问 询问这个直观的对象 比如说现在几点了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三点 这是一个盘子 这都是一阶追问 二阶追问是 什么是几点 什么是点 什么是时间 什么是时间 盘子的哲学是什么 盘子的哲学可能是容器 容器的哲学是什么 容器哲学可能是 我随便说 你创造一个固定 存储空间的器具 那固定是什么概念 固定的意思是什么 空间又是什么 对吧 就是二阶追问 面向的是对象背后的本体 不是直观的对象 好我们现在回到历史 我们说历史是对过去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叙述 那他的二阶追问就是 什么是事件 文艺复兴算不算事件 它有没有客观发生过 还是它只是我们的主观想象 如果主观想象是历史事件 那历史是主观的 还是客观的 它是不是相对的 这一系列问题扯不清楚的时候 它一定会向下传导到 我们的评论区里面 变成所谓的各种各样的 历史观的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在第二阶 就能完美解决这些问题呢 没有 因为你会发现 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 其实比第一阶的问题 更难以被讨论 为什么 因为还有第三阶 被我们忽视掉了 第三阶就是纯哲学 我们讲第一阶面对的是直观对象 我们对直观对象的认识 第二阶是我们对对象本质的认识 第三阶呢 它是对本质的本质的认识 甚至对认识本身的认识 这个是纯哲学领域探讨的范畴 从具象到抽象 然后抽象之后再抽象 越抽象的东西越具有概括性 越具有解释力 越底层 如果我们要讨论第三阶段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视频里的这张图 纯哲学领域有两个重要的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是 就后半了 面对的 它解决的是对象和本体之间的关系 世界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 到亚里斯多德 这个整个古典阶段的哲学 都叫本体论 就研究的是对象和本质的关系 然后到了近代 其实从柏拉图开始 一直到笛卡尔 到休默 到康德 这个阶段 就近代古典哲学这个阶段 其实是讲认识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讲的是主体和对象的关系 就是 我能认识这个世界吗 如果我的认知是 有局限性的 是被扭曲的 是带着滤镜的 那 我在后面这个阶段 讨论的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不成立 所以 它慢慢往回 往回去倒 从怀疑世界 变成了怀疑人本身 你发现本体论和认识论 在历史哲学第二阶 是有对照的 历史哲学的本体论 叫做思辨哲学 它们的观点就是 我们可以从 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里面 找到本质 找到规律 找到意义 比如说 我参考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包括 汤英比的《挑战应战学说》 或者是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的历史观 包括 包括现代的 尤瓦尔赫拉利的 我们叫 故事驱动的历史观 其实它们都属于 思辨哲学 就是它们都认为 现象背后 一系列的历史现象背后 有一个 确定性的本质 这个是 历史哲学的本体论 然后历史哲学 发展之后 一定会怀疑历史本身 就是 历史真的可以认识世界吗 历史真的可以 客观的反映世界吗 就出现了 分析历史哲学 或者叫批判历史哲学 就开始 怀疑自我了 然后 这样的历史哲学 的一个 著名的论断就是 所有 历史都是思想史 所有历史都是 当代史 所有历史都是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谁都可以导使一下 变成一个 另外的样子 所以历史本身 不具备任何的 客观性和解释力了 最夸张的说法是 中国没有历史 中国历史最多60年 所以到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 就没有办法往下聊了 严重开始怀疑人生 对了 认识论就是怀疑人生 那是不是就 无解了呢 就讨论不下去了呢 不 讨论得下去 因为 认识论的问题 在第三阶时 已经达成了 共识的一个问题 就在近代 就已经解决掉了 所以 我们如果拿着 他们的结论 来回来 武装自己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讨论 我们的历史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在评论区 拎出两个 有代表性的问题 去第三阶段调打一下 第一个问题 阿拉伯被我吃了的问题 就是 阿拉伯存不存在 阿拉伯征服 伊斯兰 黄金时代 12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些东西都存不存在 我们说它存在 我们不钻牛角尖 我们说它存在 我们之所以敢说它存在 是因为 大多数人 你我的 世界观 其实都是二元论 所谓二元论就是 精神和物质 都是实在的 世界分为心和物 我私固 我在所以私存在 然后 这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 它有长宽高 所以 就 严格的讲叫广言 它也存在 所以 由于实在 我们可以去讨论 但你要知道 二元论是 认识论的 很早期的阶段 它后面 被充分的批判过 所以 我们现在 从第一个 阶段 拎出来一个东西 叫二元论 我们先放在这边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有代表性的问题 意识形态是由 人民塑造的 还是由少数人塑造的 你从最直接的因果关系来看 它一定是来自于少数人的 笔头或者口头 对不对 但是 你会说 少数人的思想形成 一定是受到当时的 社会环境的影响了 人民才是社会的 主要构成的部分 所以 它是人民影响了 意识形态 没有任何毛病 好像也对 但 你按照这个逻辑 还可以继续去推演 谁塑造了人民环境 对不对 谁塑造了环境 这个天地运行 塑造了环境 或者说 谁影响了人民 基因影响了人民 那是不是 基因决定论 地理决定论 都可以往上插一脚 那又没有办法愉快地玩耍了 这里面的关键证结 只有一个 就是因果律存不存在 B一定是A导致的吗 谁能证明B一定是A导致的 谁能证明某一个东西的出现是来自于这个原因呢 对于因果律的讨论是认识论的核心 所以 我们从二元论入手到因果律 其实可以把整个认识论走一遍 然后走完之后 我们就应该 了然了 二元论虽然是笛卡尔提出来的 笛卡尔也是近代的哲学家 但是二元论本身 其实是偏本体论的 因为它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就是 心和物是双重实在 那 这种偏本体论的认识论 很容易就被批判过去了 因为 你还没有严格地去认证清楚 你能认识世界 你就说世界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 对二元论的讨论 很快就转变了 对我们认识世界方式的讨论 最经典的 就是经验论和理性论 法国经验论 法国理性论和英国的经验论 那 他们两个的讨论 互有来往 基本上 对方都抓到了彼此的软肋 经验主义者攻击理性主义者说 你们没有办法发现新知识 即便你们有欧式几何 但是你们发现不了一个苹果 因为苹果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我们对经验 我们对认识这些东西的归纳 提炼出来了苹果的一个概念 所以 我们能发现新知识 理性主义者 攻击经验主义者说 归纳法本身是无效的 因为你 永远没有办法证明 世界上没有黑天鹅 所以 归纳法是 暂时有效的结论 它一定有破亏的那天 双方都抓到了彼此的软肋 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休默 他直接把 因果律这件事情 搞清楚了 当然不是搞清楚了 是搞没了 他直接证明了 因果律不存在 你之所以觉得太阳明天还会照常升起 是因为 你是愚蠢的人类 如果你走到时间的尽头 太阳不会照常升起 对吗 你之所以觉得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是因为你是个愚蠢的三维生物 你如果是八维生物 那就不知道什么最短了 对吧 所以也就严格讲就是 人在绝对意义上 永远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只火鸡 通过归纳获得的经验 不靠谱 通过演绎获得的理性 也不靠谱 那就没有办法愉快地聊天了 因为因果律本身它不靠谱 人类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知识 所以这个时候 康德出来说 我退一步 我认识不到的 我不认识了可不可以 物字体不可知 彼岸世界我就不管它了 但是在我的有限理性里面 因果律它绝对存在 不仅存在 而且它是先天就存在的 它绝对是一个铁律 因为如果没有因果律 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个世界 因为任何存在 对于有限理性的人来说 都是空间上的相距 和时间上的相继 这里面都有因果律 不存在一个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尾的东西 好 在有限的理性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 这个就是古典哲学 对于认识论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拿到康德的这个结论就已经够了 这个结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第一个 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到 第二个 在我们能认识到 确定能认识到的有效范围里面 因果律存在 我们从第三阶段修仙下凡 来到凡间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变得更强大 我不是开玩笑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是 你从理性上能认识到 这个世界没有是非黑白 有你也认识不到 第二个 没有是非黑白 只有各种各样的视角 机位 不同的焦距 不同的滤镜 不同的分辨率 哪个更有用 那个就对你有用 所以你不会有很多底层的纠结 这种平和的心态 我希望大家保持到 我们的评论区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争论 因为 底层的 因为客观的世界我们认识不到 所以 我们会得出结论就是 一定有分歧 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 好 这个我们接受 第二个 因果律对于我们来说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 思辨历史哲学的一些说法就成立 比如说马克思的说法 黑格尔的说法 包括挑战应战的学说 包括 我们用的这个尤瓦尔赫拉利的 故事推动历史的说法 他们虽然在底层是无效的 但是 他们是有用的 对于人类来说 他们是有用的 所以我的视频也是有用的 那 重点来了 有什么用 因为 故事推动世界 这个史观 它会导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某种自由 当然 有些人面对虚无主义就直接 这个 葛又躺了也有啊 我为什么非常推崇 呃 推崇尼采呢 因为尼采的学说是 标准的 积极虚无主义 就是 因为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太好了 那么创造意义 这种积极虚无主义 其实会给你很多积极性 驱动力和掌控感 好 刚刚所讲的都是 我整个视频中第二重要的观点 第一重要观点是什么 我们先来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世界是虚无的 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 积极的尺度是什么 你可以无条件的无边界的积极吗 无边界的积极就是纳粹 对吧 大家知道 纳粹的学说和尼采的学说 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渊源的 边界在哪里 我们来回过头来讨论二元论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过二元论是 绝大多数人有意无意 存在于自己心中的世界观 因为它简单符合直觉 而且可以帮你简化世界 但是二元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它被过度简化了 我们说主观的精神世界 客观的目理世界 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世界 被我们所忽略了 这个世界叫观念真实世界 就是它来自于虚无 但是它却落地成 很客观很实在的东西 我们现代文明所有的复杂性 都来自于中间这个 我们认识不清楚的地方 你告诉我 公司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钱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股票是主观还是客观的 国家民族是主观还是客观的 当然中华民族一定是客观的 有一些松散的联邦制国家 就不那么客观 韩国有一个导演叫李苍东 他拍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叫燃烧 是反映底层青年的一些人生困火 当然是个悬疑篇 其中这个男主角跟男二号在对话的时候 他讲出了自己 他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 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谜语 我觉得说太对了 故事讲到一半 你没有听懂它就是一个谜语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中间的这个观念真实世界 它就是一个谜语般的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推崇人类坚实的原因 因为还有很多叙事的角度 都是从观念真实世界切入的 所以解释力很强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处理和这三个世界的关系 直觉上的处理方式基本上全是错的 我们认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控制能力是最低的 其实是最高的 因为科学的发展是外向型的 至少在早期是外向型的 所以我们很快地就累积了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能力 我们都可以把人送上月球了 但是不一定可以让人顺利地走出他的心理阴影 所以我们对这边的控制能力 以为自己很高 其实很低 以为自己是天上地下孙悟空 其实就是一个奇象人 然后忘了胯下还有头大象 最惨的是中间这一团谜语 我们对它完全无能为力 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 有那么多的底层的焦虑感和无力感 因为我们在很难去改变的地方死命地作 我们在明明已经被理性探索了很远的地方 心安理得地保持蒙昧 对这一团无从下手 所以我们很容易很顺利地搞砸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 这些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是无知的内涵 那接下来就只剩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简单归纳就是知识和信念 通过各种各样的知识 自然科学的知识 人文科学的知识 然后内向性科学的 心理学什么 认知科学的知识 我们能去除蒙昧 知道这个世界 这三个世界 我们三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才能够找到 我们能够加入积极性的空间 但是知识不能解决积极本身的问题 积极本身的问题要信念才能解决 说白了就是你要有方法论 也要有世界观 其实这也是我做看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想通过一些简洁优美的结构 然后把一些通识知识组合起来 然后通过视听语言去包装它 在里面我一定会加带一些观点和态度 然后其实是有输出世界观 输出价值观的意图的 其实上一期视频已经非常明显了 表面上在看这个历史 其实我们在讲的是某种世界观 不然理睬就不会出现 好了讲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你还在的话 我真的非常爱你了 然后我最后想做一个小小的倡议 就是我希望我们今后的交流 或者是我们在评论区的讨论 都有一种空气般的默契和前提 就是我们要对所讨论的问题做超纲的处理 或者是我们要对看本质这件事情 有病态的执念 因为生活其实是比较扣题的 生活扣题就会很无聊 但是生活难免扣题 我们在思想碰撞的时候 在思考的时候一定要超纲 好吗 再次感谢你的观看 然后祝你成长 祝你成为超纲的人 谢谢你 你们可以推出欧级礼盒 欧级 欧级几盒 欧 欧式几盒